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人处事时拒绝并抵制以自我为中心和自我满足 随着我们的生命被重新归整 在经历挣扎中 个人的灵性成熟度也在不断提高 这个过程中 主能够给人一个新的生命 其中有深刻的喜悦与幸福并汇集他人 这就是使人走向天堂的过程 这就是救赎 所有的人都可以拥有这种快乐和幸福 所有的人 无论身在何处 不管他们是否基督徒 都可以被引导进入这样的生命 所有人都有得救的可能 一个真正良善之人 会在灵性世界里 欣然接受复活的主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真理 即使他们在世上时 从未听说过他 人们是否得救 不取决于他们信的是什么 关键是对自己的信仰和信念的态度 尤其是他们是否努力践行 这些信仰和信念 耶稣说 有了我的诫命并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并非所有的宗教 哲学和道德准则 都同等为真理 但主通过人们持有的 不同信仰和信念 以及他们努力追求的理想 来运行其中 引导他们获得上帝的救赎和幸福 他盼望赐福每个人 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